历史上的平阳公主,原名刘朴,是西汉开国之主汉景帝刘起与皇后刘志所生的长女,她从小聪慧过人,深得父母宠爱,父母经常称赞她灵袖聪颖,是一个有才华的人,平阳公主也不辜负父母的期望,她勤奋好学,通晓诗书,对正式有深入的理解。 被誉为才智初衷,平阳公主汉武帝的贤明姐姐,尤其在弟弟刘彻出生后,平阳公主察觉到这个弟弟的潜力,因此她放下姐姐的架子,与刘彻十分亲近。 平阳公主经常逗弟弟开心,教她十字和武艺,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,她在刘彻幼年时像慈母一样照料她,指导她的学习成长。 平阳公主早就意识到,自己未来的荣华富贵将来自于这个弟弟,公元前一百八十年,刘几家邦,刘彻继位,成为汉文帝。 平阳公主被封为长公主,成为汉朝第一位公主,她恪守复道,从不越举,深得文帝的喜爱。 文帝经常亲自前往平阳公主的斋底,向她请教处理朝政的方法。 征询姐姐对重大事务的意见,平阳公主也不辜负弟弟的期待,她根据汉朝国情,反复思考,向文帝提供了许多明智的策略。 这些建议大多被文帝采纳,对于汉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平阳公主机智聪慧,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赢得文帝的欢喜。 她亲自指导歌舞妻女的培训,并精心挑选合适的人选送到文帝身边,以帮助她摆脱政务繁荣。 文帝非常赏识平阳公主的孝心和智慧,兄妹之间的感情更是深厚如知己。 其次,平阳公主也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。 公元前171年,她被许配给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。 尽管曹寿比平阳公主年幼许多,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。 婚后,平阳公主温柔体贴,曹寿使她入宝。 她亲自照顾曹家上下,深受公公婆婆喜爱。 曹家的老人们经常开心地说,我们的儿媳妇就像一个小仙女。 把我们曹家照顾得暖暖的平阳公主还生下一个聪明俊朗的儿子,取名曹乡。 曹家上下都对这个漂亮聪明的小少爷非常宠爱。 尽管嫁入曹家,平阳公主依然与汉文帝保持着亲密的兄妹关系。 她经常带着曹乡回文帝的宫中游玩。 文帝看着这个活泼可爱的外甥很高兴,会抱起曹乡玩爽,逗得曹乡开心大笑。 平阳公主凭借与弟弟身后的感情,一直享受着曹家的宠爱与荣耀。 另外,年少有为的魏精也在平阳公主府中成长。 这个时期,平阳公主府中还有一个叫魏清的小仆人。 魏清的故事始于一个平凡的畜生。 她的生母是平阳公主的侍女,而她的生父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一个小丽。 魏清从小就跟随在平阳公主身边,见证了她从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位英明的贤妻的卷过程。 魏清聪明俊朗,深属平阳公主的喜爱。 常常骑马随行在车家后面,魏清对平阳公主就像神明一般崇敬和仰慕。 平阳公主也常叮嘱魏清要好好读书,让她将来娶这样出色的女子。 听到这些话,魏清暗暗发誓,要像曹树一样娶到平阳公主这样美貌聪慧的女子。 平阳公主见魏清长相英俊,又聪明好学,像亲弟弟一样等爱她。 她甚至让魏清跟着曹湘一同学习,并承诺将来会支持她做出一番誓言。 魏清感激不尽,发誓要忠诚地报答平阳公主的栽培之恩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公元前131年,平阳公主的丈夫曹树突然病逝,年仅三十多岁的她就这样成为了寡妇。 平阳公主得知这个噩耗后痛哭不已,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曹相回到皇宫,向汉文帝诉说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。 汉文帝也深感痛惜,她安慰平阳公主,并让她改嫁如荫侯夏吼泼。 夏吼泼是功臣夏吼史玉的孙子,比平阳公主年长三十多岁,一世白发苍苍。 这个故事不仅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信念和伊丽的故事。 魏清从小就有着非凡的梦想,并发是要像曹树一样娶到平阳公主这样美貌聪慧的女子。 尽管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从,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毅力,终于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将领。 带领汉军取得了许多胜利,这一切都源于她对平阳公主的感激之情。 而平阳公主也在最艰难的时刻经历了丧悟之痛之后,依然保持着坚韧和勇气,为自己和儿子找到了一条新的生路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我们怀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毅力,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的未来。 然而,尽管夏侯泼对这位美丽的寡妇很感兴趣,但她暗中与父亲的一个机械私通,对平阳公主失去了兴趣。 尽管平阳公主美丽大方,夏侯泼却只对那机械的风韵沉迷。 她整日不在府中,使得平阳公主只能与公婆相对无言。 平阳公主察觉到这一情况后,气急败坏地向汉文帝告发了夏侯泼独职的行为。 汉文帝震怒,立即下令逮捕夏侯泼,并对她进行严惩。 夏侯泼被打了八十张之后,自禁于狱中,平阳公主再次成为寡妇,这次是被自己的莽撞举动害的。 她哀痛不已,日夜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。 与此同时,年轻的魏清曾经是平阳公主的随行奴隶,如今已经成长为汉朝的大将军。 再过去,魏清的亲姐姐为子夫被平阳公主选为宫女,最终成为汉文帝钟爱的皇后。 由于姐姐的关系,魏清被提拔为郡首,并在多次北伐匈奴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,被任命为票弃将军。 他继续深入匈奴的腹底,大败了十余万匈奴骑兵。 魏清以他的志勇和感略完全摧毁了西汉最大的敌人,最终晋升为大将军。 被封为昌义侯,成为当时汉朝最伟大的功臣之一。 魏清娶了汉文帝的女儿长公主,并生下了三个儿子。 他们都被封为侯爵,因此魏家的权势无人能敌。 当年在平阳公主的车后骑行的魏清,如今已成为一方领袖。 想要娶平阳公主为妻也不再是一个痴心妄想。 平阳公主的最后一段婚姻故事是这样的。 平阳公主在三十多岁就成了寡妇,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。 汉文帝看到姐姐日渐凄凉,也想再为她找一个良缘。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,长椅侯魏清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魏清不仅功勋卓著,而且曾经受到平阳公主的知欲之恩, 一定会对她深情厚意。 起初,平阳公主对此持反对态度。 毕竟在她心中,魏清只是一个歧奴而已。 她认为两人身份差距悬殊,提出了意义,此人曾是我的随从。 如何能成为我的丈夫? 然而,汉文帝耐心地劝说她, 称现在的魏清地位已经不同, 一定会对她像对待嫔妃一样。 魏清向文帝多次表达了对平阳公主的深深爱慕, 并承诺会一生守护她。 虽然皇后和舆论都曾劝说平阳公主, 但最终平阳公主还是意识到, 魏清是她身份相当且真正爱她的人。 于是,在汉文帝的安排下, 平阳公主与魏清再度结为夫妻, 成为昌义侯夫人。 魏清对平阳公主的爱护备致, 我安美地履行了她当初的承诺。 这段真挚的爱情故事传为佳话, 人人称赞平阳公主与年轻时的暗恋对象魏清终成眷属, 他们的婚姻生活十分恩爱, 魏清对平阳公主呵护有加, 而平阳公主也由衷地接受了这个曾经的奴隶成为自己的夫君。 每当汉文帝询问平阳公主的情况时, 魏清总是详细地汇报她的近况, 让文帝放心不少。 文帝也常常驾兴魏家与平阳公主畅许天伦之乐。 平阳公主在魏清的陪伴下生活了十多年, 直到世事, 魏清与平阳公主一同合葬在茂陵, 他们的姐弟之情至死不渝。 汉文帝亲自为平阳公主穿笑, 追思这位贤明的姐姐。 她流着眼泪说, 天人永哥, 只希望来生还能再做姐弟。 这个故事充满了感动与真情实义, 让人们倍感温暖。 平阳公主的心愿是在死后能与魏清长相厮守, 而魏清没有辜负平阳公主的期望, 他们白头偕老, 永远在一起, 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家话。 结语中平阳公主和汉文帝是难得的知己明君与贤妃。 在文帝即位之初, 平阳公主放下姐姐的架子, 与弟弟并肩打拼。 文帝也从未因为黄泉而疏缘姐姐。 平阳公主常常为文帝分忧解难, 文帝在正式困境中也常常与平阳公主商议。 两人互相关心, 互相支持, 共同支持文帝实行人政爱谜, 建立了西汉辉煌盛事。 可以说, 没有平阳公主的帮助, 就没有汉文帝的成功。 同样的, 也正是因为汉文帝的信任, 平阳公主才能成功度过人生事业和感情之起伏, 最终圆满地度过一生。